原来达娃在十天前已经去世 桑吉的姐姐将他们请到屋里 然而弟弟桑吉依然像火车一样 框刺框刺的骂个不停 抱怨苏杰不守信用 一封诀别信就让达娃等了他六十年 孙女甜甜眼看爷爷受冤枉 拿出包里的信件倒了出来 可信封上都是被退回来的信件 上面都盖着茶无辞人 这些都是苏杰当年回到家后 连续六年为达娃写的信 可每次都被退回 这一切都是邮差留二岛的鬼 原来当年苏杰回去不久 收到一封来自甘孜的信 但这封信并非达娃写的 而是邮差留二 此时的苏杰甘肠寸断 于是就写了一封信 以表祝福 达娃收到信后痛苦万分 可留二也没得逞 达娃一生都没有嫁人